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话 上次咱们讲了一个玫瑰的一些小知识 这期咱们讲讲玫瑰的挑选和保养 咱们先从挑选开始说 比如说花点也好,市场也好,去买玫瑰 挑挑挑玫瑰,什么样玫瑰好呢 咱们先从新鲜度这个角度来说 我拿了一只玫瑰,大家看一下 这个玫瑰呢,叫做冷美人 是紫色的玫瑰 大家看一下,你要保证这个花是半开的 你能看到里边的花芯,你看里边的一层一层的花芯 你能看得很清楚 首先要半开的,要看着里边的花芯 然后拿手捏一捏 你感觉这个花头比较紧实,有弹性 不是那种松松垮垮的 现在我给你掰一片花芯听一下 好,能听这个咔这个声音吗 所以你掰掉外层花芯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咔的一声 这样说明这个玫瑰就很新鲜 每只花的花芯都连接的很紧密 所以你掰一片花芯,如果说要变色,坏不好,它从哪开始坏 从这开始坏 从花的根部 如果是红玫瑰,一般如果慢慢的这个地方会先变成蓝色 然后一点点再往上传染 就是玫瑰的不好是从花瓣的根部开始的 不是从头上开始的 所以说你要注意玫瑰的根部,根部这个位置 不能有变色 还有一种玫瑰呢,是戴套的 比如红的卡尔拉 还有粉的什么影星,白的那个坦尼克之类的 带套的玫瑰呢,你在买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套摘下来看 为什么呢 这套啊是种植的人 为了防止这花开得太快 所以说呢,他把这个玫瑰啊 套成个套 但是如果拿到花店以后 有很多地方他觉得,哎这花 反正他也不让它开 所以存的时间不过长 你把套摘下来的时候 你看到有没有烂的 就会不会有烂边什么的 因为你摘上套也看不到 你摘下看也没有烂的 如果有的时候有些花店会把那个烂的摘回 摘了以后再把套套回去 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把那个套摘下来 你看那个玫瑰的开度 他如果时间长的话啊 这套只要一摘在玫瑰就开了,做就开了 如果新鲜度好的话 他不会一下开 他还是那样,都是 他会慢慢的咬开 但是不会,花一下就开开 所以说,如果新鲜度不好的话 只要他有摘,他马上就开 这是个问题 不好的,如果时间再尝到 他就会,这个花瓣和花瓣会粘连 会有烂的,这种玫瑰就不要买 这是第一个,从花头上看 第二个呢,还有一个从叶片上看 咱们找个玫瑰啊 你比如说这是玫瑰啊 这也是老美人啊 大家看一下啊 叶片的话啊 正常的颜色,应该是绿色 看,油绿油绿的 它的颜色很绿,绿绿的 它不能发黄 也不能这个边上啊 有那种胶边的现象,也不行 另外你看一下啊 这个叶子和那个杆 形成的是一个锐角啊 就是说这个叶子是微微上翘的 这样的话呢 相对来讲它就新鲜一点 如果时间长的话 这个叶子脱水化这样 这种花就不要买 所以要买这个叶子和那个 花杆成锐角的 就是往上翘的一种 比较好啊 第二个呢 这个叶子呀 一枝花至少要留个 两三片这种叶子啊 两三片叶子 你不能把叶子全 如果全 全弄光 也不行 因为叶子有 对花头吸水是有作用的 那靠叶子把水一块儿吸上去 所以说不能是光杆的 枝条呢 你要看那个 这一枝花的垂直度啊 它是直啊还是弯 应该很垂直 如果是同一品种的花 在一个皮里 它的粗度 要很均匀 就粗细要很均匀 大概粗细都这样 这样的花可能相对好一点 另外呢 这个杆子啊 这个花的杆子 必须是绿的 不能是发黑啊 发黄啊这种颜色 不能有 另外呢 表皮要表实完整 就是 杆的外皮要完整 你有的时候 打刺的时候 有些 伸手啊 打刺的能打刺钱啊 这种东西 用打刺钱打刺的时候啊 就这块 这样这样打刺嘛 它压的太紧 所以把这个玫瑰的表皮 打掉了 如果玫瑰的表皮打掉 它吸水就不好 所以呢 不要买这种 打掉皮的 就是要保持外 表皮完整的 这 这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要看一眼 这个花哈 泡水的时候 你拿出一只花 你摸摸下边这个地方啊 它有没有滑腻感 尤其是泡在水里的部分啊 如果它又滑腻的那种滑滑的 那这花肯定时间比较长 最后一个是看切口啊 就看这个 这个花是切口 就是根杆杆的切口 你看 正常的切口 新鲜的切口 应该是白色的啊 发白的 但如果啊 它要是 整个是黑色的 或者已经很黄 那说明 泡的时间要长 你也别买 基本上呢 就是它的新鲜度的 挑选就这儿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玫瑰的花形好不好 咱们怎么挑啊 好多人都觉着 我就买大脑袋的 大脑袋是没错啊 但是你千万记着 大脑袋的花 你要选长的 花头越长越好 而不是越大越好 短粗的不好 要买细长的 而且 你看上去花腕比较厚的那种 这样的花呢 一般情况下 花形会比较好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你在 买花的时候啊 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 你要买 就是开度稍微大一点的花 就买的时候啊 你这花要 要最好展开一些 这种 因为冬天花呢 开的慢 而且不太容易开 所以你要买这种花头 稍微展开一点的 夏天的时候呢 花开的快 所以你要买稍微生一点 就不要让它 比如这样 生一点都可以啊 不要弄它 不要太开 因为它开的它比较快 所以这就是春天和夏天 挑玫瑰的一个方式 我特地找了一只 冬天找一只这样的玫瑰回来 过来看啊 这个叫什么 粉红雪山啊 大家在买花的时候 像这种花 就一定不能买 为什么 你看它是尖头的 看 它那个花心 里面的花心 是完全看不到的 这样的花 一般情况下 就不太容易开 这个也是雪山类型的 这两个是一个 一个类型的花 这个叫粉红雪山 这个叫蜜桃雪山 这是香槟色的 你看 如果要买买这种开度 这花心也能看到的 这种死头的 就是不能压的 要买这种 有花心能看到的这种东西 所以说在挑选的时候啊 这个比较重要 大家看一下 这两种玫瑰不同的花头 反正咱们再说说 养护的问题啊 养护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玫瑰的养护的核心问题 就是吸水 就让它能正常把水吸上去 这是它的核心问题 这一点 是要注意的 那在正常情况下 玫瑰 平插 有什么情况呢 在正常情况下 你把这个玫瑰啊 插在皮里 它会慢慢慢慢慢慢的开放 最后一直到 完全开放 到最后 掉瓣里面买 这是正常的 我看有评估里 好多朋友说过 哎这我玫瑰怎么拿回家 就完蛋了 如果不正常的情况下 或者极端的情况下 这个玫瑰一天 或者几个小时 你买回去几个小时 它就出现什么 这个问题第一个 花瓣就开始 开始软 发软 然后花头就开始软 它开始倒 开始倒 对吧 然后这个叶片就开始下垂 就说明它就吸不上水了 这个时候 一定要想办法 尽快的 把这个问题解决 否则的话 它可能很快就完蛋了 那咱们说哈 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 你先要考虑要什么 就是你这花 从花店买回到家 这段时间 到底有多长 就是 脱水的时间 是越短越好 如果你 你从花店买完了 再回家 你不然我还逛个街 还去个朋友家这样 那 你要让花店给你做一下饱水 就是一束玫瑰 或者是别的花 什么花都一样哈 拿完以后底下兜一张塑料纸 拿塑料纸一兜 就是拿这个 就在一系 往里倒倒水 保持根 被水泡了 就没问题 如果时间短 无所谓啊 比如说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半就无所谓 你比如说弄个半天一天的 你要是 你说不做这种饱水 可能就 就会差一些 所以说如果时间长的话 你要让花点饱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咱们现在呢 实操一下 就是这个花 我拿回家以后 应该怎么处理 尤其是玫瑰这东西 不说都说不好养 咱们想办法 咱们把正确的缝儿交给大家 咱们试一下哈 这是我昨天买的一个花 我没打开 正好今天拍的也没打开 这是我昨天买的一扎玫瑰 不知道在这不是 这叫艾莎 艾莎玫瑰 这也是一个挺新的品种啊 不是时间很长的品种 挺新的品种 咱们现在呢 就假如说 我买了这么一扎玫瑰 好了 拿回家 然后以后 咱们怎么处理 这花拿回家第一步 先不用管这花 别管这花的事 先放一片 先干什么呢 花皮 我准备用这个花皮 装这个花 先洗花皮 这个花皮我刚刚洗过啊 这个花皮 用八字条液液 清洗干净 把里边完全清洗干净 杀菌嘛 目的就是杀菌嘛 清洗干净以后用清水 重洗干净 从这里 第二步 对什么呢 对保安剂 或者是纯净水 一瓶 这一瓶 是五百五十毫升 正确的比例是 这一瓶这个 用可麦仙为例啊 这叫可麦仙清凉小辣 是五克的时候 通用型的 这种防御 一瓶矿泉水 对一大可麦仙 一瓶 这是一个 正常的比 一瓶点啥 就两瓶了 冷瓶 冷瓶 快兴水 两大保安剂去 好 现在瓶呢 洗干净了 保安剂也兑好了 现在开始 咱们得处理这花 这玫瑰呢 处理方式哈 第一个把刺去掉哈 刺白掉 昨天呢 有个朋友哈 在评论里说 这个花去刺有几种方式 有五种啊 第一种 用手掰啊 看这种刺 其实 很容易用手一掰 很容易就掉了 用手掰的好处是什么呢 用手掰的好处 是 不会损伤这个外皮 其实对我来讲 我是经常 用手掰的 花如果少的话 我都是用手掰的 这个东西哈 第二种呢 你刀啊 你刀削 叶子去掉哈 叶子去掉什么程度哈 咱们你看哈 我想穿这个瓶啊 我比一下 就 从这个地方往下的叶子 要去掉啊 这种叶子要去掉 就是瓶口里下的叶子 要去掉 第二种方式 去的方式刀切啊 看到吧 就用刀切 我这是个瑞士军刀啊 就是带个 虎口这个 看 封一点刀 刀太慢都不行啊 这是什么方式 刀切的好处也是一样啊 外边这个皮啊 一般不会破坏 不容易破坏啊 第三种方式呢 用刀切 这是划店长店刀切啊 刀切 这个比较快啊 划店一般都用刀切 刀切的缺点就是说 如果是生手的话 这个 这个口如果压得太紧的话 容易把这个外皮打掉 这个外皮是 玫瑰吸水的一种方式 如果你把外皮都打掉了 那我觉得 可能对着花有损伤 所以说 而且一般咱自己家里也没等钱 可能就不建议这种方式 第四种方式呢 剪刀啊 可以用剪刀剪啊 也可以 避免把这个外皮打坏啊 一般我 反正店里的话 如果量少的话 我一般会用这个 一般用这种 用手直接掰 因为这个其实挺好掰的 你只要从侧面 压着吧 往那边一挤 它就抬下来了 这样的话 绝对不会把那个表皮 有什么损伤 而且表皮如果不坏的话 相对比较 它花期会长一点啊 那咱们再说一下 第五种啊 第五种方式可能 您可能就够用不上了 一般话你都用不上 专门啊 有一种打字机 就是机械的 我的朋友那块也有 就是它玫瑰 如果用张大的话 它用那种打字机 它是一种 类似于橡胶的 一种一种 一种小毛的一种轮子 你把这个刺 吃你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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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但是咱们讲完了 下一个呢 咱们说说什么 说说花瓣 很多人喜欢把这个花瓣 掰得干干净净的 要我说跟吐一把鸡一样 你看啊 这种花瓣 它已经发转了 而且黏黏的看 这种花瓣是要摘掉的 但是这种花瓣 它硬硬的 就不用摘掉 以前咱们讲过 外层花瓣是 拖住里边这个花芯的 你给它摘掉以后 对花芯的保护就没有 我给你找一只明显一点 你比如这只 你看 如果你觉得这个花瓣不好看 对不对 其实它 第一没有坏 第二没有烂 所以说 这种花瓣 就不用去掉 这种花瓣 外层花瓣 就不用去掉 它只要没坏 没烂 就不用去掉 等它玫瑰开放以后 这个花瓣就翻到最下面去了 你看不到 而且你看 这样玫瑰这么一看 你感觉它是不是 我觉得可能 可能想更好一点吧 有点变化 而不是那种特别死板的东西 而且挺好 我觉得挺好看的 所以说 这种外层花瓣 是不要摘掉的 这种没坏没烂 就不要摘掉 这是一个花瓣的问题 咱们把这些花 刺也打完了 你看 花瓣基本上我看着还可以 基本上没什么摘的 花瓣各方面 基本上也弄完了 那咱们还有一个步骤 在插花瓣以前 还有一个步骤 就是把这个花 清洗一遍 为什么呢 咱们以前聊过这个 换水的事 我跟您讲过 你看 把叶子去掉 刺去掉 这个花会有伤口 看到没有 会有一个一个种小小小的伤口 完了 花内部的枝叶 会通过这个伤口 渗出来 流出来 流出来以后呢 如果和这个瓶子里这个液体 瓶里的水 它会发生一些作用 微生物会分解这些液体 这样的话 这个水很快就会脏了 所以说呢 咱们应该把这个花 在插花瓣以前 用清水冲洗一遍 如果花垫 可能特别多的花 而且可能很快就走掉 就卖掉了 或者就插成花篮 或者花出这样的 所以可能 比较少 但是咱们自己家里边 如果要是 用花的话 千万记着 要洗一遍 两种方式 比如说水中口打开 用流水 沸洗干净 就是那些 叶子以下的这些部分 就有可能会泡到水里的这部分 第一 这个 沸洗干净 或者 一种流水 要么就是你比如说 我兑一个桶 或者盆 发生什么呢 兑一点八道调缩 也行 就把它整个这个 杆儿 冲洗一遍 冲洗完了以后 我就 我这就不冲了 你大概知道这意思 你看 冲完以后 现在 放到这 咱们再开始处理个花 现在 是 最最重要的一步 这步是最重要的 就是剪根 每一枝玫瑰 千万记着 45度 剪斜口 完了 马上放到水里 你别说我把这个玫瑰我剪完了 放在这 我剪第二个 最后一块放 这样不行 玫瑰拿着来 剪一个解口 45度的解放 完了 马上放到水里 为什么 因为这个玫瑰这个杆儿里边 是有导管的 所有的水通过导管上去的 如果说你不剪 放这儿 它会有空气 空气会进导管 它产生气阻 导管里就有气阻以后 这个水上不去 就空气的气泡 就会顶着水 水上不去 所以说 玫瑰就容易沮水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就是每枝花拿回来 去完 去完瓣 去完叶子 去完刺 清洗完以后 拿过来以后 看 剪一下根 马上放水里 就不要 不要在外边放了 你多一下 比如说 四枝花 马上放水里 三枝啊 这样就没问题 往理论来说 这个花只要动水 你出了一次 就要减一次水 只要再进水 就要减一次根 这个 是不用节省的 完了呢 咱们再说 简单的说一下别的节气点 第一个是插块的方式 就是玫瑰啊 你插的时候啊 你要让它保持 花和花之间 要有一些距离 不要紧紧的挤在一起 紧紧的挤在一起 就很容易烂 很容易出问题 就紧紧的挤在这边呢 就是让它花呢 相对来讲 比较 松开一点 然后整体放在 温度相对较低 而且通风的地方 这样的话 花和花之间只要有空气流动 那个花就不容易 什么得什么 灰灭病啊 这种东西 也不会烂 相对来讲花期就会长一些 空气流动的 完了还有一个 需要它那个花 或者人家留一些距离 咱们呢 关于换水是这样的 我周边拍过一期换水节目啊 反正今天咱们简单说一下啊 如果这个皮里插玫瑰 如果是清水的话啊 如果愿意加两滴 八色焦度液 什么都别加了 只加这一样 别都不要加糖 什么什么什么 盐糖 这都不要加啊 就两滴 八色焦度液就可以 两滴 八色焦度液就可以啊 玫瑰呢 杆子比较浸泡 所以说 你要泡 你的水可以加到一半 清水的话啊 加一半 或者一半往上 一半多一点都可以 水多一点的问题 如果用保温器的话 那基本上你按比例调背后 加到十厘米 不管皮是多高啊 加到十厘米水 就差不多了 什么时候换水 你看我边发生 水很清澈 它只要很清澈 没有异味 你就不用管 如果说 它开始浑浊了 反正有异味了 你得赶紧换 不管是几天啊 可能冬 冬季时间长一点 夏季时间短一点 但你不管几天 它的标志就是 这个水 它 或是不是很浑浊 而且是不是有异味 这是一个 需不需要换水的一个标志 那换水的可能更更详细的 我前面还拍过一视频啊 大家可以去那个视频里 看一看 好咱们刚才说的这些 就是一个 买回来玫瑰以后 具体怎么处理方式 然后呢 关于这个 玫瑰的保鲜啊 我说 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什么 我认为第一位就是剪根 就是每一枝花 再拿出来以后 清洗完以后 只要是放水以前 要马上剪根 这枝花 我只要拿出来 准备放水的 只要准备放 剪下根 完了 马上放水 这是第一啊 这是我们第一要物 是剪根 剪根呢 不光是第一次啊 如果你在换水的时候 同时 在换水同时 水换干净同时 花杆也要洗 然后根还要剪一遍 才能放水里啊 不是说 水坏了 把原来的花瓜给处就行了 不是啊 还是要洗杆和剪根啊 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 清洁 包括什么 包括 瓶擦液 就是这水 要是清洁的水 包括 这个花皮要洗干净啊 清洁的花皮 第三个 包括这个杆子 花杆要清洗干净 就是 清洁的花杆 所以第二个关键词是清洁 这清洁包括 水清洁 瓶子清洁 和花杆清洁 第三个关键词 是什么 通风 就是这个花不能闷着 你要放在 相对的 养空气比较流通的地方 空气流通 对 花 本人的花漆是很有好处的 基本上呢 今天跟大家聊的 就是关于 玫瑰的一个 挑选 和 养护的问题 大家都这么多 我觉得只要这些方式 大家掌握好了 我认为 应该把玫瑰养好 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觉得一周时间应该差不多 那行了 今天跟大家就聊这么多吧 时间也挺长的吧 如果大家呢 在这个玫瑰的 挑选 和这个 养护上也不是问题 可以在评论里跟我说 另外呢 还有朋友跟我说 关于这个 玫瑰品种什么 我介绍一下 这个玫瑰品种的问题 怎么说呢 现在这个 国内啊 近几年的品种啊 是层出不穷 而且有很多 是 今年初了 有可能两年又不见了 所以这个玫瑰的品种 太多太多了 有很多 我都叫不上名了 比如说光是一个粉色玫瑰 可能就有个 至少十种 就十个品种都是粉色的 所以说呢 你如果让我 把这个玫瑰 各种品种都买过来 然后做一些节目 我觉得 第一个是 我可能买过全 第二个可能这个 拍这个视频的成本 实在是越来越太高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 我以后会在每一次 拍视频 只要有玫瑰的话 我会把这个品种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就 不专门拍一期这个 比如说把各种品种 都买过来 然后咱们一个一个 对比这种 我可能 暂时不准备拍这个东西 我只是在每次 插花的时候 对玫瑰品种 可能稍微介绍一下 所以关于玫瑰品种的问题 可能还得请 请大家谅解 那好的 今天关于玫瑰的 选购和保养的问题 就像这么多 希望大家对大家有点帮助吧 谢谢大家